好,那我就再来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区分阳城湖和江苏杏化大闸蟹的不同 首先第一点,每一只阳城湖的大闸蟹都会有它特有的一个金腰带 以及它的防尾标志 那在这边今年的正宗的在阳城湖里面长大的螃蟹 它的这个标呢是红色 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引入了阳城湖的水在阳城湖周边 而就是生长出来的那个大闸蟹呢 今年用的是绿标 不过呢在新加坡呢 我们全部的阳城湖的大闸蟹都是红标 它不是绿标 好,这是第一个防尾标志 接下来另外一个就是在没有防尾标记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来看哦 这个的角它的颜色是比较的黑 有看到吗 嗯,那阳城湖的这个呢 它的角这边呢是比较的白 是比较干净和白的 你看相对比起来你们就能够看到区别了 一个的角比较黑 一个的角比较的亮比较的白 另外的一个地方呢 在这边告诉大家这是阳城湖的 它这边的周边的毛 它的脚上的毛呢是呈金黄色 不是阳城湖的江苏的其他的蟹呢 它的毛呢会有点灰灰的黑黑的那种感觉 不是阳城湖的大闸蟹呢 它们会吃湖里的泥土和土 沙石所以它的毛发和肚子会比较的黑一点 那如果是阳城湖的话呢 它吃的是真的鱼虾蟹 这种小虾米是用小虾米来长大的 那湖水更加的清晰干净 所以呢它的这个角和肚子会比较的干净 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区别 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区别